好,我们现在讲线性方程组就是LinearSystem 我们怎么去求LinearSystem 我们通过求LinearSystem的Solution来导出它的一些matrix的定义 第一个我们看LinearSystem 我们求解LinearSystem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用的是Gauss Elimination 就是Gauss消源法 我们通过Gauss消源法我们来看到 我们去导出我们matrix的定义 那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负,我们先看一个立体 负的X1,那这些实际上是我们高中就学过的东西 我们看负X1加上2X2 写宽一点 负X1加上2X2 那么再减X3等于2 负2X1 减3X2 加上4X3 这是等于11 4X1 4X1 1-7 7X2 1-7 1-7 1-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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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7 我们高次消源法的方法 我们是通过 这个equation之间的一些运算 加减乘除 我们把它们变成 可以消掉 把一些方式里面的一些元素消掉 那我们看消掉 我们把第二式我们加上第一式乘上一个-2 而第三式加上第一式乘上4 我们可以把X1在第二个方程里面和第三个方程里面把它消掉 那么第一个方程是不变的 我们写下来-X1加上2X2-5X3等于2 好X1乘上第一个方程乘上-2加到第二式以后X1没有了-2 那么这是-7X2-5乘上-2就是10 10加4就是加上14X3 那么-2乘上-2就是-4加上11就是-7 1乘上-4加上13 好 那么8-7X2乘上-4-20加上17 就是-3倍的X3 那么这个是乘上4就是8-7 这个等于1 我们仍然把这个叫做第一式 这个叫第二式 这个叫第三式 这是第一个计算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方程里面有公因子-7 那我们第二式乘上一个-7 那我们得到什么呢 第一个方程不变-X1加上2X2-5X3等于2 第二式就变成X2-2X3等于1 然后X2-2X3等于2 然后X2-2X3等于2 等于1 然后乘上-1加到第三式就变成-X3 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哪里有没有做对 我觉得好像数字不对 X 这是-7 这是-1 乘上-1 这是-7 这里是7 这是正的7 所以这是-1 这是-1 这是-1 那么第三式-第二式-X3等于2 这是1 2 3 那我们再把第三式乘上-1 这样的话我们X3就得出来了嘛 其他的我们先不变-X1 我们第一式也乘上-1吧 第一式乘上-1 我们把X1前面的负号去掉 第一式也乘上-1 就这我们这个讨厌的负号就没有了 那么再-2X2加上5X3就等于-2 第二式X2-2X3等于-1 没变 第三式就变成X3等于-2 第一式第二式第三式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时候X3已经解除了等于-2 我们可以把X3直接带到第二式里面去 可以这样子 我们得到X2 然后把X3和X2带到第一式去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反而不如我们再一次消远 我们再消远的话就是把第二式加上第三式乘上-2 然后第一式加上第三式乘上-5 我们把第一个和第二个方程里面的X3先消掉 那么就变成X1-2 X2 X3没有了吗 第一式是第三式乘上-5 那么就变成10 乘上-10-2 就等于8嘛 然后乘上2加个第二式去就变成X2 乘上2就是-4-1 那么-5 然后X3本身是等于-2 然后我们还有X1 我们再把第一式 X2和X3得出来了 我们再消 我们还可以消啊 就是第一式 我们加上第二式乘上2 我们就把X2在第一式里面消掉 就得到了什么呢 X1 X2消掉了吗 X第20乘上2就是-10 -10加8就变成-2 X2等于-5 X3就等于-2 也就是说通过消源 我们就已经解除了这个function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回过头来看 我们并没有对X1 X2 X3做什么 我们只是对X1 X2 X3的系数 做了一些运算而已 把一些系数变成了1 我们只是对系数做了运算而已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运算 我们只用在系数上来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单独把系数提出来 我们对系数做运算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矩阵 例如说它的系数就是-1 2-5 当然我们右边还有一些常数项 既然非7次项 我们也要写在一起 因为这个常数项也跟着变嘛 好-2-3 4-11 4-7-17-7 那我们把常数项 我们把它隔开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第二式加上第一式乘上一个-2 和第三式加上第一式乘上4 那么我们不就等于这样 我这里我们用拨乱号 表示他们两个是等下的 那么变成-1-2-5-2 这就变成0了嘛 乘上-2加上来 这是-7 这是14 4 这是7 乘上4加到第三 好 那么这是1 4-5-2是-3 24的8 这也是1 那我们再把第二式乘上一个-7分之1 我们看两边的数字 我们只是对着 只是对着系数做 所以是-1-2-5-2-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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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2,然后是0-1-2-1,然后第三式相当于是减了去第二式,变成0,0-3-2就是-1,然后-1减-1就是2,1减-1就是2,然后我们把第三式乘上一个-1,第一式也乘上一个-1, 那我们看这两边数字系数一直对得上,就变成1-2-5-2,0-1-2-1-0-1-1-2,然后我们把第二式加上第三式乘上2,第一式加上第三式乘上一个-5, 那得到的我们看跟这个方程组系数是不是仍然是对得上的,1-2-0,好,乘上-5加上了10减2等于8, 0-1-1-0,乘上2加上了就是-5,然后0-1-2,然后把第一式加上第二式乘上2, 那我们得到的这是1,这是1,0-0,然后-2,0-1-0-5,0-1-1-2,那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一部分是我们的系数, 是各个方程的系数,那么这相当于就是,那么第一列对应的是X1的系数, 第二列是对应X2的系数,第三列对应的X3的系数,而第一行是对应的第一个方程, 第二行对应的第二个方程,第三行对应的是第三个方程, 它所对应的,所对应的,那么方程组就是这样子, 那么直接方程组就解出来了,这是我们解方程组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高丝消源,高丝消源实际上对应的是我们叫做矩阵的这个初等运算, 就是叫做 rule reduction,就是行,行简化,那我们就有一个matrix, matrix定义,我们看到实际上的定义就是一个table,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mrules, m行, andier, 是m行,m列的数,所组成的一个数表, 就叫做matrix,那么通常用搭写的数字A来表示, 如果你要特别指明它有多少行,多少列, 我们写的下标,m和n,m是表示行,n表示列, 表示column,这是matrix的定义,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对线线方程组, 我们有特别的matrix,我们叫做queficient, matrix和argumentmatrix, 那么手机上,我们的高次校园相当于就是说对于matrix作用一些好运算, 什么是coeficient matrix和argumentmatrix呢? 我们这里虚线前方的这部分, 虚线前方的这部分, 这部分我们叫做coeficient, 那么整个的啊,整个的啊,整个的这个矩阵, 我们叫做argumentmatrix, 好,整个的我们加到,加上右边的这一部分, 我们叫做argumentmatrix, 那么一般的定义是这样子, 对于任何的linear system来讲, 如果任何的linear system, 什么是我们叫做a11x1加上a12x2加到a1nxn等于b1, 然后a21x1加上ab2x2加上ab2x2加上ab2x2加上abNxn等于。 那么这样的一个LinearSystem 它的这个coefficient 我们通常写成A 它是A11A12 这是A1N A21A22到A2N 这是AM1AM2到AMN 这叫做coefficient matrix 那么我们argument matrix 我们通常写成A A B 这是等于A11到A1N 然后B1A21到A2N 然后B2 这是AM1到AMN 然后是BN 那么通常我们用序线 把这个A和B隔开 这个叫augment matrix 其中这个B是向量的写法 是一个vector 这是BN 当然我们有时候把X 也写成这是 X1到XN 那么整个这个LinearSystem 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LinearSystem就可以写成AX 等于B 也就是说 这个LinearSystem 简单的写就是AX等于B A就是它的coefficient matrix AX X使得我们位置元vector Variable matrix vector B是Inhomogeneous way vector 这是非其次的向量 非其次部分的向量 这是一些定义 那我们解析一些方程组的做法 我们叫做Role Reduction 就是Role Reduction 实际上对应的是我们的高斯效员法 那么Role Reduction 或者高斯效员法 所对应的是三种运算 三种行的运算 第一个是交换 或者叫做Interchange 交换两行 第一个是交换两行的运算 第二个我们是 将一行乘上某个数 成为一个非铃的非铃数 第三种方式是 就是将一行加上另一行的倍数 这是我们行运算 或者是行简化 行简化的三种运算 那么简化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可以 我们这个就可以求解了 或者是求解已经比较方便了 那我们画成的样子 我们是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Role Actual Form 什么是Role Actual Form 其实就是叫做寒阶梯矩阵 那么划成什么样的矩阵 叫做寒阶梯矩阵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是寒阶梯矩阵 已经像个阶梯形了 像个楼梯一样 这是 这个是叫做Role Actual Form 不知道是不是写对了 Role Actual Form 那么 它的严格的定义叫什么呢 Role Actual Form 我们画出来像个阶梯形 它实际上是Role Actual Form 它应该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每一个非理因行的 第一个非理因源的下方都是0 Many number Role Actual Form 每一个非银行的第一个非银员的下方都是0 我们把这个 这个叫做pivet number 或者pivet position 等会讲 那么 我们再说是 第一个非银行的非银 每一个非银员 每一个非银行的第一个非银员 在上一行的右边 对 每一个非银行的第一个非银行的第一个非银行的恩怜行的第一个非银行的主意 每一个非铃行的非铃圆 它在上一个第一 上一行里面的非铃圆的右边 就是你走不向右推 所以我们得到的样子是一个接梯形 接梯形是什么 你接梯的下方都是铃 你上方都是有数字的 好,这是接梯形 好像接梯形,rho-actual form 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做reduced rho-actual form 什么是reduced rho-actual form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 好,它首先是一个接梯形 然后第一个非铃圆都是1 第一个非铃圆的都是1 然后它的这个1的上方下方都是0 好,那我们首先reduced row-actual form 那么它第一个就是首先是rho-actual form 第二个是rho-actual form 第二个是rho-actual form 第二个是rho-actu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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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条件是rho-actual form 第三个条件是rho-actual form or below rho-actual form 所以它的第一个非铃圆的上方下方 全部是零 这是 reduced row actual form 那么相应的我们有叫做pivot position 或者是pivot position 或者是leading position leading number 或者是pivot number 什么是pivot number呢 或者叫做leading leading number 就是第一个非语言嘛 first non zero Enter 好 non zero Row 每一个非语言行的第一个非语言我们叫做pivot number 或者叫做leading number 那么pivot position就是这个列或者是这个行 我们通常是用列pivot position 就是它的column 叫做pivot position 叫做pivot position 叫做pivot position 好 好 那我们已经得出这么一系列的这个 这一系列的定义 那我们主要的是讲 row reduction 还有这个就是变成 row actual form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写线性方程组 我们怎么样去解写线性方程组 我们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augment matrix 通过rho reduction 通过rho reduction 把它变成reduce的rho actual form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就写出它的方程组的解 我们解线性方程组做法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么做成reduce的rho actual form 那么方程组就是变成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 那我们来看 看一个立体 x1加上x2 再加上2x3等于9 然后是2x1加上4x2 再-3x3等于1 还有就是3x1加上6x2 再-5x3等于0 我们解这样的线性方程组 那我们说sorving linear system 我们都是对augment做rho reduction augment matrix做rho reduction 把它变成reduce的rho actual form 好 那我们 那我们解了 那我们知道augment matrix 是什么呢 1 1 2 9 2 4-3 1 3 6 5 1 好 我们把左边和右边分开 那我们做rho reduction 我们把第一行乘上-2加到第二行去 乘上-3加到第三行去 那就是1 1 2 9 好 我们乘上-2加到第二行 就是第二行乘上第一行的-2倍 所以这是2 所以这是2 这是-7 -17 然后是3 第三行就变成3 3-3 3-3 就是第三行乘上第一行的-3倍 然后这是3 然后这是3 那里的-3倍 就是-11 那-3倍 -27 那我们 好 现在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rho actual form 第一行的第一个数字的下方都变成0 那所以第一行我们先不管它了 我们再把第二行 因为我们要leading number是1 或者pavet number是1 那我们把第二行 第二行的第一个飞电源是2 那我们除以2就变成1-2分之7-2分之17 0-3-11-27 我们要记得rho actual form 我们是leading number 我们足够右移 然后我们第一行是 我们可以不变了 第二行现在也可以不变了 然后负的2分之17 然后我们把第二 第三行乘上第二行的-3倍 就是第二行乘上-3再加到第三行去 -3那么就是2分之21 2分之21-11 11是2分之22 那么所以是-2分之1 然后2分之17乘上3 乘上3以后是2分之51 那么乘的是-3 所以是-2分之17 乘上-3是2分之51 -2分之27 -2分之27 就是-2分之2 54 所以是-2分之3 好 那我们要求leading number都是1 那我们把第三行乘上-2 那我们把第三行乘上-2 第一行第二行不变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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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乘上-2 这就是3了 然后我们再 我们要做成row reduce the row actual form 那么现在我们的做法是从最后一行开始 因为最后这一行前面两个都是0 那么相当于我们只对这一列做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第三行乘上-2加到第一行去 乘上2分之7加到第二行去 就把它的上方都变成0 好 那么1 1 0 乘上-2加到第二行去 然后这个就变成3了嘛 乘上2分之7加到第二行去 这个变成0 乘上2分之7 3乘上2分之7 就是2分之21 2分之21 减2分之17 是2分之4 那么这是2 然后0 0 1 3 然后最后我们把 第二行乘上-1加到第一行去 就变成1 1 0 2乘上-1 就是-2加3 所以是1 0 1 0 2 0 1 3 那么我们知道右边的这部分是方程 这个是方程组的系数 左边是-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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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就 我们可以把它写回到方程组 就变成 x1 等于1 x2 等于2 x3 等于3 那么这个方程组就结完了 我们只要把它 把这个 augment matrix 做成reduced rho etral form 以后 我们可以再写回到方程组里面 再写 再写回到原来的方程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组解出来了 这是我们解方程组的方法